四四歲的時候就工作 然後看著我長大的人 我的印象對他就是 他是一個一天看七份報紙的人 他非常的認真 然後長大之後 就是比較少接觸 但每次在一起主持啊 或者是出席活動 他主持的時候都會照顧我 而且他是很紳士 他跟我拍照沒有一張照片是會 你會勾著你經過我們從小 就這樣子一起工作 所以我最近看到他是去年一起主持 因為那時候拍照他也都是 就是會保持一個距離 就是他是非常非常愛他太太的 也非常的保持距離 所以我剛剛是有 稍微有滑到這個心 但因為最近資訊室 有點太爆炸 我現在蠻正經的 那比較新的事情 剛剛焦哥有直播 也是道歉的 但是他焦哥就是現在 消失然後現在送醫院 對 這是剛剛發生的事 剛剛發生的事 然後你們剛剛應該在忙 剛剛應該在忙 剛剛應該在準備 對 對 大家就可能要不清楚狀況 目前還沒有聊 還沒有聯繫上經紀人 大家都在忙這件事情 那就是因為小迪跟焦哥可能 大家應該都上過 焦哥的節目嘛 宣傳都已經上過 那然後先問一下小迪 對 對啊 想說 可能有一點回答 經驗 四歲的時候 對啊 然後看著我長大 我的印象對他就是 他是一個一天看七恨報警 非常的認真 然後很多人 然後長大之後 就是比較少接觸 但每一次在 可能一起主持啊 或者是出席活動 他都一直都會照顧我 就是他都會 而且他是很紳士 他跟我拍照 沒有一張照片 是會 你懂不懂真理 或勾著你 精光我們從小就這樣 一起工作 所以我最近 看到他是去年一起主持 一個雅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拍照 他也就是 都是會保持一個距離 就是他是非常 非常愛他太太的 也非常的保持距離 所以我剛剛是有 稍微滑到這個心 但 因為最近資訊塞 也太爆炸了 所以就是 很多人的過去 會慢慢的被掀開來解釋 希望不管怎樣 還是要看很多人現在 他的 付出的改變 感覺好像蠻正經的 讓他沉澱 讓他沉澱 讓他不擔 我會傳訊息問候 但是我覺得很多事情 還沒有實錘的時候 大家不要太獵巫 也不要太驚擾 就是 比如被舉報的人 還是說舉報的人 以前空間 這種東西是很感受性的 所以 就是可能大家 耳後 就是還是要特別 就是對這件事情 稍微放在心上 我們小時候 男生也是會遇到 阿路巴算不算 算啊 其實算啊 然後我們接受到的戲劇 很多 很多很粉紅泡泡的 他如果 你說 巴總算不算 壁東算不算 對 所以這種東西很感受性 那我們真的能做好 就是自己稍微 就是多往心上去一點 不然這個真的 回不清澈了 那有一些如果說是 是 你有感 他就變成撩人 調情 但你無感 你覺得做 他就變騷擾 這個真的很個人 很感受 就是大家 多放一些在心上 也許會 會不一樣 因為去審視 他現在是不是 檢討 已經檢討過的 一個人 輿論的力量 就是這樣 就是一旦勾上邊 沾上之後 你就基本上 沒什麼話 你去問道歉 然後再花很長很長的時間 把你自己rebuilding 給來 其實 也是心疼啊 但是我覺得 對啊 不知道講什麼 對 我們就大度注意一點吧 拿出來講的人 要很有勇氣 真的值得欽佩 這也是MeToo活動的 最大的總值 可是 當你 點出了這件事 影射了某些人的時候 其實不只是他 他周邊的所有 跟他一起好好的 生活的人 其實生活都是 突然做 嗯 所以這個我覺得 大家要更謹慎的 看待這件事情 然後 更把良心都會 往心上擺 對 那劍永哥有回你訊息嗎 你有關係 劍永哥有回你訊息嗎 他就說 目前就是 也是跟他 在新聞上 他的生命吧 就是有委託律師 來處理這件事情 跟他 跟他新聞上講的一樣 因為 我跟 我跟建文 跟師母 就是我們一起練功 北大的師母 我們有一個 就是學長節的群組 然後他還是有 再度表示過 因為大家一定有關心嘛 那就是說 不是事實 然後 那個 他會 他會委託律師處理這樣 那當然長輩也是 處理的長輩也是 沒話說 就是 如果不是 就好好 就是 引回自己的親愛 如果 如果 如果正義氣勢的話 就 用你自己最大的誠意去扶持這樣 那我們不能說什麼 因為我們 沒有立場說話 對啊 基於私交 只能 只能去 去希望他一切都好 這樣